3月25日,刘亦菲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素颜照,并且配文称,加了滤镜,照片中的逃留着微卷的长发,穿着浅色的外套,脸上没有任何妆容,大大的眼睛非常清澈,小巧的脸大,精致绿体的无垮。 白皙红润的皮肤,就像出水芙蓉的仙女一般,刘亦菲出道很多年,出演了很多经典作品,在我们心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,感觉她一直都没有变,不管是她的容音还是她的气质,时间并没有带给她太大的影响,在圈子里看惯了各种名利,气质依旧单纯, 还是像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女一般。 刘亦菲的生徒也是非常能打,在路人的镜头下依旧气质非凡,名副其实的生徒杀手,不管是在镜头前还是死底下,她给人的感觉都一如既往的, 这就是她本身具有的优雅,从内而外泛发的魅力。 照片中的她眉眼十分温柔,感觉能够包容世界万物,很多网友也纷纷流。 演表示,加不加滤镜都好看,姐姐神仙美貌,刘亦菲平时非常低调,除了作品之外很少出现在大家的眼前,一直在默默地磨练自己的演技。 最近,她出演《框木兰》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热议,为了拍摄,这部电影她付出了很多心血,在里面的动作戏全部都是自己亲自上场。 为了能够完美完成这些动作,还进行了长时间的训练,摄影师在接受外面的采访时也表示, 不会像使用特技演员那样避开领拍摄,因为刘亦菲亲自上这完成特技动作,给剧组花了很大的忙。 刘亦菲虽然看上去非常小巧柔弱,但是身上的爆发力确实非常巨大的。 最近,她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的腹肌罩,让很多人都非常羡慕。 她穿着绿色的鲁骑装,秀出自己纤细腹有力量的腰肢,怪不得能够完成戏里那么高难度的动作。